好,那可惜的是 在收復中原形勢大好的情况下 宋高宗居然连发12道金牌 把岳飞叫回来 那这边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这里所谓的12道金牌 并不是真正黄金做的牌子 那它其实是用红色的漆 做漆成的木片 那上头的字是用黄色写的 所以才叫做金牌 而能够发这样的一个牌子的人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皇帝 那皇帝发这个金牌 代表命令非常之重要 那如果连发12道金牌 代表万番紧急 非遵循不可 所以根据宋史记载 那当时岳飞一天之内 收到12道金牌 就知道说自己再也没有办法 趁胜追击了 所以他非常的愤慨 东向再派泪流满面 哭着说十年之功 毁于一旦 也就是说我过去这么辛苦的打仗 都快要收复了 结果就功亏一篑了 好 那岳飞后来回到首都林安之后 随即被抓起来 然后被秦快秘密 害死于风波亭这边 那据说岳飞在死前 还要来执笔 那慷慨激昂写了八个大字 天日照照 天日照照 也就是说他问心无愧 自认自己无罪 就算是死到临头 也完全不改他英雄本色就对了 那不过在这里 我们却又衍生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情况以莫须有罪名 害死岳飞 这个莫须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一般的解读是说 他是也许有或者是根本没有 我们来看看这个死料中的说法 好 这个死料中的说法呢 说这个莫须有 是怎么来的呢 在宋史岳飞传里面有提到说 韩世忠 也就是同为抗金名将的他 特别跑去找秦快去质问 质问他说 到底怎么回事 那秦快告诉他说 飞子云与张献 书虽不明 其事体莫须有 也就是说 这一个事情是 也许有或者是根本没有 那于是 韩世忠就回复了 莫须有三字 何以福天下 那于是我们把刚才说 也许有或根本没有 这样的一个说法 套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中 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说法有点怪怪的 怎么说呢 韩世忠跑去质问秦快 结果秦快告诉他说 这件事可能有吧 或者是根本没有吧 那不就摆明了 告诉韩世忠说 我在诬陷岳飞吗 那因此呢 这样一个说法 还原到对话的话 其实不太说得通 那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是李敖先生所提出 那李敖先生他特别去研究了 宋代当时的语法 他认为这句话应该要拆开来看 那他认为说 其实应该是莫须有 莫须是什么意思 在宋代口语之中 那它是难道不的意思 所以在宋代许多的史料 都有提到莫须这两个字 那于是我们还原到他的对话 那莫须有就变成是 难道没有吗 那我们把这个难道没有 套入到这个对话 我们来看看合不合理 也就是说 韩世忠去质问秦快 那秦快回复他说 这件事情难道没有吗 各位你看 这个访问的语气一出来 那韩世忠当然也就 被当场问倒了 对不对 所以他只能回答说 但是说莫须有 也不是肯定一定有 那你怎么能够服天下呢 各位这样的一个李敖先生 难道没有的说法 是不是更合理了呢 好 那这样的说法 那我个人认为是 相当的有可信度 不过近年来在北京青年报里面 有刊出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就是 千古一岸莫须有一文 那在这篇文章之中 他提出了一种说法 是跟刚才的说法 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种说法就是说 其实这个莫须有 根本就可以从字面解释 也就是不须有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君要成死 成不得不死嘛 宋高宗的旨意 谁敢违背 所以不需要有理由 你韩世中有任何问题的话 去找皇帝就对了 那所以由这样子来看 似乎也能够言之成理 那不过 就勤快跟宋高宗的互动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说 宋高宗从来没有亲自自己出面或下令说 自己要杀了岳飞 都是勤快揣摩上意之后 去直接自己这么做 那因此那说勤快 他说把这样的一个 不需有这样的一个回答给韩世中的话 那就摆明了要 韩世中去找宋高宗去讨个理由 那这样子说起来 似乎不太合宋高宗跟勤快之间的互动 对不对 那因此我个人认为说 李敖先生的说法 也就是难道没有 是比较符合 莫须有真实的含义的 那当然 这个岳飞到底是谁害死的呢 那一般都认为是勤快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是不是真的是勤快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质疑 为什么 因为勤快跟岳飞算是文武高官 那两个人地位相当 那勤快哪有这个权力可以杀死岳飞 如果他背后没有人 他哪有这个胆子敢这么做 所以大家都直指他背后的长径人 就是宋高宗 但是令我们好奇的是 宋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有两个原因 那一来是岳飞一直要去迎二胜 也就是迎回徽宗跟清宗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 如果把徽宗跟清宗迎回来的话 那现任皇帝宋高宗的皇帝之位就没了 那他的宝座没了 他当然会不开心 对不对 那二来是当时宋高宗急于跟金人议和 那金人开出来的条件说 你要议和可以先杀了岳飞再说 因为岳飞是主战派 那我要跟你和谈 那就要找组合派的勤快来谈谈 那宋高宗一来可能认为岳飞会拥兵自重 那二来也正好顺应 金人的要求还尽快议和 所以他杀了岳飞等于是一举两得 对不对 那因此是否是宋高宗 那其实还有待研究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宋高宗一定脱不了关系 也就是说 他也是害死岳飞重要的一员就对了 好 那我们知道说 岳飞后来被勤快害死于风波亭 对不对 那我们要问的是 那他的遗体哪儿去了 有没有人替他收尸呢 我告诉各位 有人替他收尸哦 那这一个人就是狱卒伟顺 那这个伟顺一向都非常的仰慕岳飞 所以在岳飞死后 他悲愤异常 那于是就偷偷的趁机 把岳飞的遗体背出来 那根据史料记载 也就是朝野遗迹里面 有特别提到说 这个伟顺背着岳飞的遗体 那出城门到九曲从事之中 把他在这边下葬 那下葬之前 为了做标示起见 还特别把岳飞生前配的玉佩 挂在腰间 而且还在他的墓前 那一直都不告诉别人 那到了死前 才叮铃他的儿子说 那以后朝廷一定会为岳大人平反 也会悬赏重金来寻找岳飞的遗体 那因此 那你就记得把我的标示跟朝廷回报 让岳大人的遗体可以好好得到安葬 所以果不其然 岳飞死后21年 宋孝宗为他平反 果然出重金来寻找岳飞遗体的下落 这个时候 尾顺的儿子就把他父亲的话 一一告诉官府 那官府就把岳飞的遗体 起出来 另外签障 那签障到哪里呢 签障的地点就是杭州西子湖畔 七峡岭 所以后来这边有岳王词 那就是因为尾顺 偷偷把岳飞的遗体 偷出来的结果 那所以 后来大家听到尾顺这么做 都对他非常的佩服 为什么 小小一个狱卒 如果做了这种事情 那是不是有可能 株连九族会祸害家人 可是尾顺完全不会去疑虑这件事情 他只想好好的保全 那个岳飞的遗体 那这份胆识跟忠诚 是不是非常的令人佩服呢 那因此后人也给尾顺一个称号 那称呼他为千古第一玉卒 也让他因此名流情史 那各位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份低落 只要你信念正确 而且行为光明正大 你就有机会名流千古 好 那我们在接下来再谈谈 所谓的五目遗书 民间传闻岳飞在死前 把他行军打仗的兵法 歇奔 写成一本遗书 那就是五目遗书 那他写这本五目遗书的目的 就是希望朝廷能用他这本兵书 来抵抗军人 那后来这样的一个传闻 有被金庸他老人家写进他的作品之中 说是这本遗书后来被收入官府之中 没收就对了 那后来有一名铁掌帮的弟兄 然后跟狱卒交好 偶然听到这件事情 就找了个机会偷偷潜进官府 把这本五目遗书偷出来 那希望来抵御外敌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 那后来铁掌帮就被朝廷镇压 那这位弟兄在重伤之余 就把他藏到一个隐秘的山洞 那后来因人忌讳被郭靖跟黄龙得到 那用这本五目遗书来抵抗 蒙古铁记达十多年 然后黄龙在死前 把他放进了一把刀里面 那这一把刀就是屠龙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头还有几句话 说武林至尊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那说的就是暗喻者里头有这本兵书 谁能够拿到这本兵书 就能够取得天下 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是金庸他老人家 巧心编造的结果 那纯属虚构 那这本全法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讲到岳飞武功的由来 我们都知道岳飞师臣周同 而周同是少林大师的弟子 所以他后来收岳飞为徒之后 把他所有的武功都传给岳飞 而岳飞在他的西新教导之下 也尽得他的征传 那不过我们都知道后来岳飞有从军嘛 在行军打仗之际也见到不少兵法 所以岳飞后来有吸取多家拳法的精华 后来在加以去无存清之后 编出一套拳法 就是岳飞 那所以后来这个岳飞 他就把他拿来交给他的弟兄们 和他的部下 那不过在他死前呢 据说他为了怕自己的生平决意失传 所以特别把他编成一本全法书 交给他的儿子岳正以及岳亭 然后岳正岳亭后来隐居之后 那把这本全法书重新整理 整理出来的这本全法书 就是五目遗书 所以并不是像金庸他老人家 说是这个兵法书或者是兵书 而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全法书 只不过是这本五目遗书全法书 到底后来到哪里去了呢 没有人知道 不过后来这本全法书还是现世了 为什么现世 因为后来有出现了所谓的 岳飞第21代后裔岳正 岳靖 那这个岳靖有一天整理他们家的祖坟 也就是位于湖北黄梅县 岳家湾的这边的老家 那他在整理的过程中 发现墓室似乎里头有一本书 那他拿起来一看 原来就是这本古抄本的五目遗书 那翻一翻他才发现 原来斯传冲的全法书就在这里啦 那于是他后来有贡献给国家喔 那官方是没有提到说这一本五目遗书的古抄本是否属实 也许是后人卫造也不一定 不过这个岳靖他一直都有学习岳家权 所以他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民间武术表演大会 那他的岳家权技艺精湛后来得了金奖 那后来还因此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所以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五目遗书到底是否属实 但可以肯定的是岳飞的生平决意岳家权 后来有被国家认证 而且可以永世流传 我想岳飞在九泉之下 应该也会稍稍感到安慰吧 然后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油条 那我们早餐的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吃豆浆配油条 那或者是再夹个烧饼 那我个人也蛮喜欢吃油条的 尤其是喜欢油条配上花生汤 那在吃的时候就是把油条沾到花生汤里面 这样子拿起来吃 鲜韧多汁非常的好入口 那不过这个油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那民间传说是跟勤快有关 为什么 因为据说勤快害死岳飞之后 百姓人人痛恨 那当时在首都林安城有两个卖早点的摊贩 那他们为了痛恨这个勤快就把面团捏成两个面人 那一个做成勤快 一个做成他夫人王室 然后把两个面人搅在一起放到油锅里面炸 那称之为油炸块油炸鬼 那这样的一个油炸块跟油炸鬼 后来被人看到之后 大家觉得新鲜好奇啊 就跟他们点 来我要来一个油炸块 那于是这两个小贩就弄出来给他们吃 那吃了之后感觉滋味不错哦 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呢 来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捏面人非常的耗时怎么办 那于是这两个小贩就做了一点变通 那直接把一团面团切下两小条 不捏成面人的直接搅在一起 一样当成是勤快跟他的夫人王室 拿到油锅里面炸 这样的简易版的油炸块 一样是称为油炸块 那后来呢 大家还是一样照样排队 若益不绝 那只不过是 大家看他们卖得好 也纷纷做起来了 后来流传到外地 那也就开始让这种面食流传开来 也就演变成我们今日的油条 那这样的一个民间传说 说的是煞有其事 可是是否真的是如此呢 似乎并不是 为什么 一来在南宋以前 没有油炸块跟油炸鬼 这样的一个名词 最早要到清代的时候 才有收入 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就有 这个油炸块跟油炸鬼 而且是由勤快而来 是不太通的 而且宋史也没有提到这段原油 那因此这样的一个油炸 油条是不是由这个而来 其实很值得争议 而且类似的面食时间还很早哦 至少到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才有出现油条 也令人觉得很奇怪 那不过我们还可以从一本书来做参考 那这本书是南宋移民无字幕的梦两路 那他曾经住过林安 所以在国家亡过之后 他亡了之后 他就把他生活过的情形 逐一把它写下来 写成这本梦两路 所以梦两路是记载南宋首都林安 一个生活的很原始的资料 那这里头就有提到各式各样的油炸类小吃 我们来看看油炸类的小吃 在这里头有提到说 有树夹儿 油酥饼儿 还有果汁 那这些都算是油炸类的食品哦 可是没有油炸块 也没有油炸鬼 那事实上 后来有人根据这里头的东西来进行考证 发现宋代的油炸食品 果汁 其实就是后来的油条 那它的果汁其实就是贵 所以我们讲说油炸柜 那个柜啊 其实是一个油炸的食品 那只不过这个柜跟块 古音是相通的 所以才被人家借过来用 那这个油炸鬼 有人考证 很有可能是出自于 那个清代浦松林的辽栽之意 那所以至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 这个油炸块跟油炸鬼 在南宋的时候不存在 而且这样的一个油炸块的由来 也跟勤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油条是因为勤快而来 那当然更是只需乌有了 所以以后你们吃到油条 不要认为说是跟勤快有关了哦 好 那不过勤快生前被人家痛恨 那死后也不得安宁 怎么说呢 那紧定健康治说 那勤快死后 葬在牛手山 可是你如果现在真的去牛手山 去看的话 却找不到了 为什么呢 一来是因为百姓痛恨他 在他死后没多久 就把他破坏殆尽 那再者也有不少的盗墓贼寄予 那这些盗墓贼多次光顾 也把他的墓破坏的是面目全非 找不到踪跡 所以后来大家是不知道勤快墓在哪里的 那不过呢 近几年来 那居然有考古队声称说 一试找到勤快墓 那这当然会引起大家轰动啊 因为勤快死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找到他的墓 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呢 那于是大家就关注这个消息 那结果发现说 这个勤快墓其实并不是他真正的墓 而是他的家族墓 那里头有起出了三口棺材 那分别是他的儿子勤熙 还有他的媳妇曹氏跟正氏 可是最关键的勤快墓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现在还是不知道 勤快真正的墓在哪里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考古队正在考证的过程中 网路就流传了一篇文章 声称是勤快的遗书 那里头勤快就声明他自己是组合派的立场 说自己认为跟金仁义和才是保全大宋最佳办法 他也跟主战派的岳飞充分讨论过 但是他觉得岳飞不敬人情 没有好好顾虑到宋高宗的立场 所以后来才会引发宋高宗杀姬 那其实勤快还有想要保全岳家血脉 可是宋高宗只是全杀 那他也没办法 只好说莫须有了 那这篇文章说的是煞有其事 可是我告诉各位 同样是虚构 为什么 因为后来作者有亲自出来辟谣 说这一篇遗书只不过是他写出来的一篇文学作品 而且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面 他还有特别叮铃说是 谨慎摘录即转载 那不知道为什么被一些记者拿去用 套在勤快家族墓身上 就变成是勤快真正的遗书了 所以以后如果各位在网络上看到这类的文章 请注意这并不是勤快真正的遗书 因为连勤快真正的墓都还没找到 哪有发现他的遗书的可能 对不对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后来有盗墓贼去盗勤快的墓被记载了下来 但是却被重轻发落 而且还写诗褒奖他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就要讲到明周辉续金陵所事里头 提到了一桩盗墓案件 那其实勤快墓后来是大家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本地人知道 那也因为本地人知道 所以本地人有人就动了歪脑筋去盗勤快的墓 那据说盗得的财祸以巨万计啊 结果后来东窗事发被人家发现 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按照大明那个律令 是要把他斩首处死的 结果审判的官员居然重轻发落 减轻他的刑罚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的讨厌勤快 所以他认为说 你道得好啊 就让你重新发落 那据说后来编这个大明会典的一个官员 叫做蔡昂 蔡昂听到了这件事情 还特别调出卷宗来看哦 那证实确实有此事没错 所以真的有这件盗墓案件 而且不仅有人记载下来 还变成是审案的卷宗 而且还有人特别去审阅调出来看过 那后来这个蔡昂看完了之后呢 还特别写诗包奖他 认为这个盗墓贼盗勤快墓 盗的是大快人心 那各位听完了这样的一个下场 你有没有觉得 这真的是盗墓史上一张特例 有没有 所以今天讲了许多岳飞的故事 那无非就是要让各位对岳飞 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那不知道今天是否也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那大人假设 小心求证 合理直译颠覆历史 陈启鹏的颠覆历史 我们下次见哦